人眼根本不容易察觉 1985年知名的酱油品牌 金兰酱油的第二代中秋桂 它就悟性地吃蝸牛能够补身体 因此和家人生吃自养的非洲大蝸牛 而因此感染了广东 鹦鹉小木屋X太神奇了 捷克鸟类生态实体课程热烈招生中 林口台北街游场次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非洲大蝸牛 它是下雨天路上的常客 有时候会不小心被踩到 有些好心的人士 更会帮助大蝸牛移到路边 避免发生爆裂的悲剧 不过这种生物从以前到现在 就一直被说会有很多寄生虫 而且这是一种强势的外来种 今天我们就来仔细地看看 公园里面常见的非洲大蝸牛 还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吧 太神奇的捷克马上开始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爱台湾的捷克 今天的疯狂外来种是孩子们熟悉的动物大蝸牛 它的成体壳长一般为7-8公分 最大可以长超过20公分 颜色主要呈现褐色 壳也还蛮厚的 原产地为非洲东部 但是目前已经广泛地分布在亚洲 太平洋 印度洋和美洲等地的湿热地区 所以说才会被叫做非洲大蝸牛 包括台湾 澳门 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福建 广东 广西都有可能会看到非洲大蝸牛 他们以蔬菜 花卉等等农作物为食 所以自从非洲大蝸牛大量出现之后 也让农夫感觉到非常困扰 用心照顾的农作物与嫩牙 非洲大蝸牛可都不会轻易的放过 可怕的是 非洲大蝸牛饥饿的时候 甚至会取食纸张和同伴的尸体 有些报道甚至指出 非洲大蝸牛还能够啃食 以及消化水泥 危害500多种作物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物种存续委员会的 入侵物种专家小组 ISSG 将其列为世界百大外来入侵种 不只是台湾的非洲大蝸牛 有些存在这个世界上的 各种非洲大蝸牛还会传播病菌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也都深受其害 非洲大蝸牛可怕的地方 不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吃东西 重点是繁殖的能力高得吓人 一年约能够生产5到6次 一次平均能够生产超过100颗卵 栖息于菜地、农田、果园、公园 杂草重生以及腐质值的土壤里头 枯草堆、洞穴或者石块底下 大约4个月左右就能够长为成体 开始大肆的破坏 美国佛罗里达州从1966年 开始被带入第一只非洲大蝸牛之后 在7年内 他们就成了为数17000多只的庞大族群 当地政府每年会花费百万美元兑付蝸牛 但是到了雨季过后 他们又会爆炸性的成长 当地一只母蝸牛最多能够产下 超过1200颗卵 并且会疯狂的吃石灰植来补充钙值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像是水泥这类的物质 来促进自身外壳发育 那么台湾的非洲大蝸牛是怎么来到这片土地的呢? 根据调查台湾的日治时期 1932年 由台北帝国大学日籍教授夏条久马 以食用因素擅自从新加坡将非洲大蝸牛引入台湾 后来因为缺乏计划且繁殖力强等等因素而功过于求 大部分的非洲大蝸牛颜色比较深 也会分泌粘液 泰国有些品牌还用特殊的技术将蝸牛的粘液变成保养品 成为了相当具有经济效益的产品 而在台湾的野生环境当中 如果幸运的话 有些人可能会看过白玉蝸牛 它们一样是从日治时期就被引进台湾 甚至这种白色的白玉蝸牛 还一度被当作宠物来饲养 一开始每队要加20万元 价格相当惊人 但是如果最基本最常见的应用 还是在最早期的台湾菜炒螺肉上面 早期台湾菜炒螺肉就是取食这种非洲大蝸牛 将这种动物拿来吃 其实是备受争议的 因为在科学上面来说 蝸牛肉其实是一种具有高蛋白 低脂肪低热量的肉品 每100公克只有78大卡的热量 蛋白质更高达16.7克 比肌肉还来得高 脂肪更是只有0.7克 远低于肌肉的19.9克 所以说这也被认为是不错的蛋白质来源 但是啊 蝸牛肉必须要完全熟食 为什么呢 因为野生的非洲大蝸牛 其实是带有多种的寄生虫和病菌 人眼根本不容易察觉 1985年 知名的酱油品牌 金兰酱油的第二代 中秋桂 它就悟性的吃蝸牛能够补身体 因此和家人生吃自养的非洲大蝸牛 而因此感染了广东住血腺求症 包含了中秋桂夫妻两 还有母亲钟灵妖 长子钟德富 四子钟德相继身亡 当时完全震惊了台湾的新闻界 这种蝸牛肉起码需要摄氏70度以上 以及二至三分钟以上的料理时间之后 才能够安心食用 否则是非常有可能因为生食而感染了广东住血腺虫 造成其他严重的脑膜炎而危及了生命 所谓的广东住血腺虫 就是非洲大蝸牛 阔鱼体内的寄生虫 如果人类吃下肚 现虫进入人体内之后 可能会导致脑炎脑膜炎 严重更会昏睡以及死亡 在这起事件过后 齐美医院加护病房医师陈志金就在脸书发文表示 不只是阔鱼、蝸牛、福寿螺也会 不只是在生吃阔鱼、蝸牛 就连他们爬过的蔬菜都有可能会有传染的风险 所以说他也提醒大家 虽然食用非洲大蝸牛是在热炒店相当容易见到的菜色 不过如果烹调的方式有误 是非常有可能危及生命的 千万不能轻忽 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农民 甚至是家长也都会担心 孩子会不会在公园玩的时候 碰到非洲大蝸牛而应来危险 所以说自从世界上 大家开始发现非洲大蝸牛的危险之后 就不断的研讨要面对非洲大蝸牛的方式 1960年12月9日 联合报就曾经报导了农业学术事业奖的得奖者 邱瑞珍女士 邱瑞珍女士在民国48年的时候 发现台湾的非洲大蝸牛给予农作物的破坏太大 农民们开始使用了各种方法 却没有消灭这种软体动物的方式 邱瑞珍看到这种情形 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整日买手在研究室内 最后他终于在美国的夏威夷引进了一批玫瑰蝸牛 因为玫瑰蝸牛的食物就是非洲大蝸牛 而邱瑞珍就抓住了这个天敌的原理 放出了大批的玫瑰蝸牛 因而邱瑞珍成为了农民们最受欢迎的朋友 现在台湾主要的移除方式依旧是以友善环境的人工移除方式为主 国立海洋生物博物馆的文章 《虎文非洲大蝸牛之简介与防治》这篇文章当中也介绍了一些面对非洲大蝸牛的应对措施 包含了清除田间周围的杂草 并且维持田区的干燥 勿将枯枝腐叶 废弃之农用 资材随意的堆积 如果将这些环境整理干净 可以让蝸牛没有办法在其繁衍躲藏 并且也可以参考核准登记使用于防除非洲大蝸牛之药剂 包含了6%以及3.25%的聚乙拳耳剂 加以诱沙仿制 这些也都是目前台湾环境对于非洲大蝸牛的应对策略 有些农业专家也在网络上跟大众分享面对非洲大蝸牛的移除心得 有些人会使用苦茶籽榨油之后剩余的残渣 也就是人家在讲的所谓的苦茶破 苦茶破浴水之后会溶解出造碱也就是造素 能够对这些软体动物造成刺激 而大量的分泌粘溢 最终因为体液过度流失了死亡 一般的适用方法 可于浇水或者是雨后 在土壤人潮湿的时候 直接将苦茶破撒在上面 也可以将苦茶破泡水过滤之后 苦茶破会自然的分解 并且含有肥分 被现在认为是解决非洲大蝸牛入侵问题 在农田间不错的解决方式 台湾的野生环境当中的外来种 从人的角度出发 大部分都被认为是有害物种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繁殖的速度真的快到无法控制 想象非洲大蝸牛的肚子满满的蛋孵化之后 在校园的墙面地面 特别是雨天之后出没 所以说在现在许多生态老师 也都试着带着学生以安全的方式 进行非洲大蝸牛的移除作业 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透过行动方式 明白台湾这片土地上各种生物之间的关系 甚至尽一份心力 这也是让人感到相当行为的事情 今天的影片我们介绍的是非洲大蝸牛 最让人觉得悲剧的是 金南酱油全家集体食用非洲大蝸牛而丧命的新闻 这也警惕了世人非洲大蝸牛可怕的地方 还有寄生虫的问题会造成多严重的危机 期待未来非洲大蝸牛能够在台湾被转化成不同的移除方式 像前面有提到的蝸牛粘液萃取物 就是把蝸牛养在很高级的环境里头 让它们吃饱喝足 分泌更多的粘液 而在泰国农夫马尼马的农场当中 也使用滴水的人道方式 促使蝸牛分泌粘液 从这些水和粘液的混合物当中 提取蝸牛粘液的萃取物分瓶装好 再卖给泰国当地负责处理蝸牛粘液萃取物的公司 亚丁国际公司的总裁说 他们会把一部分的新鲜萃取粘液做成精华液产品 然后把剩下的再抹成粉 会以化妆品的原料 粉状的蝸牛粘液 出口卖到南韩和美国 完全将非洲大蝸牛改头换面 既不用直接食用 避免寄生虫问题或者是屠杀动物 却可以用好的环境 让非洲大蝸牛更有价值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介绍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记得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的最新影片 我是爱台湾的杰克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晚安 拜拜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